丁燕宇航,詹姆斯即将联手,胡元即将加盟两个强力球员在过去的几年里,丁燕宇航可以说是是中国篮球领域的后起之秀, 临续两年在CBA联赛中赢得国内球员中的常规赛MVP,并且他已经逐渐在国家队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和节奏,逐渐成为了中国男篮不可或缺的一员。 因此,在实力方面,丁燕宇航自然有能力来冲击NBA联盟一展风采,加盟NBA球队对他来说也根本不在话下, 可下期联赛的负伤让他前进的步伐停顿了一段时间,可现在事情却有了新的转机。 在他退赛时,山东高速主教练凯撒表示,上赛季,丁燕宇航无法在两场与广沙的比赛中展现自己,那时我们输了比赛。 不久前,他因受伤退出了夏季联赛,他的伤势是我们整个俱乐部最为关心的事情,虽然最近我们还没有就下一步进行沟通,只希望他们好好的养伤,无论他是回归还是有其他计划。 我们都是可以接受和理解的,至于下一季,无论丁燕宇航他在哪里,都希望他能有一个最成功的赛季,打出自己的风采。 确实,作为真正关心丁燕宇航的人,他所产生的价值固然重要,但是一切还是要以丁燕宇航的健康与自己的意愿来决定,能摊上这样一个老东甲,丁燕宇航不得不说真的是很幸运的呢? 最近,根据美国媒体ESPN记者World的说法,在2018年7月19日,胡人馆里曾正式向中国选手丁燕宇航发出最诚致的邀请,并希望签下价值150万美元的合同,不得不说是诚意满满了。 据报道,丁燕宇航目前正在美国接受习惯节康复治疗,治疗结束后,丁燕宇航将回归参加中国南兰的所有训练工作,与此同时,他还将带领中国南兰,参加燕尼亚运会。 其实,无论结果是如何,我们应该祝福丁燕宇航,毕竟他是我们中国南兰的一员,在往高处走,谁不想让自己的球员,可以去更有前途的NBA呢? 有梦想,能拼搏,还有这样好的机遇,说不定几年后我们的国家就会出现另一个真正的篮球巨星了呢? 令人激动烫散的是,NBA巨星詹姆斯也在同样的时间里加入了虎人队,这不就意味着丁燕宇航有机会和这个传奇队员走到一起了吗? 这两个不同国家的CBA和NBA自由价值球员在一起会有什么样的神奇反应,相信就肯定是不少粉丝希望看到的,大家到时可就看好了吧。